你看珍瑕度這邊很紅 怎麼那麼紅啊 這個相機有點恐怖 另外這邊超級均勻的 我本來很多的粉刺 也都變得很乾淨然後 很乾淨然後平滑 啊好漂亮的唇咧 大美 我沒有看過我的唇紋這麼的零 嗨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全聯使用國外熱門加上冷門的好物 包含保養然後頭髮 上妝完妝給大家看 那今天的開箱呢非常開心心的 大家知道我上次日本旅遊的購物 那一次開箱很失望 就覺得好多的浪費錢 可是今天的開箱 我很確定我買到很多好物 然後呢沒有雷到 今天用到的產品全部都是我在 英國直送的美妝保養購物網站 NUFANTASTIC的台灣站買 它呢是一個英國非常有名的美妝保養的購物網站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品牌 就是包含大家可能百貨常見的啊 或者是呢網路很有名的 甚至是呢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過 但是呢比較冷門 在國外卻很廣的這些小品牌 我現在真的領悟到一件事情 我上網購物還比我直接出國購物更不容易雷到 因為出國就會有一種氛圍 就覺得我花了這個機票錢 然後我好不容易來了 啊我如果想要什麼啊 不要猶豫太多啊就買了 反正應該都比較便宜吧 但是呢如果在家逛這種購物網站 你反而就是可以慢慢的驚挑細選啊 然後爬文啊 想了好幾天慢慢想 然後最後再下單 而且呢你還可以等著 欸他們有折扣的時候再下單就更划算 那NUFANTASTIC這個台灣站啊 它只要買兩千二 就可以從英國直送台灣 包裹呢會有追蹤馬 然後大概兩週會到台灣 價格方面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去一個一個比價 我自己是有看到比代購便宜非常多的 然後還有有的是光是定價 就比台灣的這個定價更便宜 然後再加上他們網站有時候又會有不同的 什麼節慶折扣啊 活動折扣就非常的划算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國外品牌 都可以稍微查一下 然後呢比價一下 好那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開箱分享 首先第一個 就是這個 No.7的修護油 這個我是有看到別人推薦的 我覺得它的包裝第一個 超簡約很漂亮 然後它的油的質地啊 我覺得很意外 它是屬於那種清爽型的 比較流動的 然後你就可以在乾髮 或甚至是濕髮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 直接擦在髮尾 或任何你覺得毛躁的地方 然後再吹頭 它的味道呢是那種水果的甜香 不會很人造的 但是就是淡淡的一個甜香 它呢是有保濕 然後加上抗熱的作用 所以我自己是在濕髮的時候啊 就稍微擦一下髮尾 然後吹乾 吹完之後 頭髮真的是 Burr亮的 超級亮 而且重點是它的亮啊 它不會讓你覺得 亮到那種 太油膩太重 它的亮是那種 輕盈型的亮 我覺得很讚 而且呢 擦完它之後啊 手是非常的乾爽 就是完全吸收 沒有任何一點油膩感 所以呢 它也很適合乾擦 就是你出門前啊 要稍微吹風機造型的時候 可以先補一點它 然後再來吹 就會有那種保護的作用 這一個髮尾我覺得很讚 而且它現在都有在特價 真的擦起來好亮哦 頭髮都變得很乖 很聽話的感覺 小小一罐呢 也很適合帶出門 而且它不是那種按壓瓶 所以你比較不怕它會露出來 那保養的部分呢 我還有買了一個雅漾的精華 大家會想說雅漾 台灣就有啦 可是價差非常多 它呢 跟台灣定價價差了600多 它在台灣的名稱是 順透保濕精粹 裡面有玻尿酸跟鹽鹼西安B5 所以有美白抗老啊 修護保濕的作用 質地方面呢 是半透明的 然後擦起來就是 非常的舒服 然後很快的吸收 它的味道就是雅漾的那個招牌味道 如果大家有用過雅漾的另外一個精華 我以前也是常常用 但是那個精華 我有一陣子 不知道用到哪一袋 突然爆香的 後來我就沒有用了 可是這個的香味 我覺得還蠻清淡很柔 所以呢 我就用起來比較安心一點 這個保濕護唇膏 這個也是人家推薦我的 聽說歐美現在很厚 吃動物油膳呢 裡面有一個成分是三生炭 是可以讓你非常乾燥的嘴巴 都可以保濕 提出來呢 就是有點淡黃色 然後看起來好像比較固態 不會那麼液態水潤的 但是你一抹在嘴巴上 哇嗚 超級水的 你整個嘴巴就像敷了 不知道幾百片面膜一樣 然後就很水亮水亮的 然後重點是 嗯 它沒有什麼味道 就有一種成分的味道 就是大概類似 凡士林會有凡士林的味道 然後它有它的成分味道 但是還蠻淡的 重點是它擦起來好舒服 然後像我的嘴巴很容易唇嚥 它擦起來沒有讓我有唇嚥的感覺 像我這樣子擦了一陣子 最後嘴巴還是一直呈現一種水潤的感覺 接下來進入冬天了 這一個也是還蠻推薦 蠻評價的 等一下分享唇彩也很讚喔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好接著保養的講完了 我們就進入彩妝類的 彩妝類的第一個 Kevin & Kwon 的底妝 這個牌子呢 是國外一個傳奇性的彩妝師 雖然它已經過世了 但是這個牌子呢 還是就是都有它們一定的水準 然後呢它還有附刷子很划算 現在還在五折中 我自己選的是二號的顏色 它的質地我覺得很神奇耶 就是它是霜狀的 可是你按下去不會覺得很濕油 它反而呢 會讓你有一種這種清爽的感覺 超清爽加上服貼的 它一上上去就是很像 上了粉底加上蜜粉的那種直接定妝 所以上了它就完全不需要再另外上蜜粉 我用給大家看 它有附一個刷子 不過呢我自己是比較習慣呢 搭配美妝蛋啦 刷子我就是拿來沾起來 先把這個鋪在臉上 再使用美妝蛋去把它拆開 你可以直接使用美妝蛋 然後沾一點點 蓋在想要遮瑕的地方 如果你是油肌 我覺得直接用刷子應該是OK 可是我是比較是屬於偏乾的 直接就給大家看半臉這邊是上了 多麼的明顯 然後我們來看 上之前 就是很不均勻 然後呢很凹凸的質地 跟超泛紅 這一邊我只有用它而已 皮膚就超級均勻漂亮的 然後最重點的是你仔細看 這邊 超級都凹凸毛孔 然後這邊 大平滑 然後你看珍瑕度 這邊 很紅 怎麼那麼紅啊 這個相機有點恐怖 然後另外這邊 一上了就 超級均勻的 我覺得頂多只剩下黑眼圈一點點 不然我的斑點啊 泛紅啊 膚色不均啊 幾乎都遮蓋得很好 然後重點是 它會修飾你皮膚的質地 然後它的底妝卻很貼進去 照鏡子這樣子看啊 我真的覺得 我有上粉底嗎 我的粉底在哪裡 它整個貼進去 然後修飾皮膚的效果 大好 你看擦半臉耶 沒有辦法靠什麼 修圖打燈去改的 它對 皮膚的修飾卻這麼的棒 然後又這麼的貼 然後本來很多的粉刺 也都變得很乾淨啊 很乾淨然後平滑 我這樣看啊 真的會覺得 這才是我的皮膚吧 這個是什麼 誰給我畫醜了 這個很像真實肌膚的那種紋理 而且真的很輕薄 非常的薄 但是我前提一定要說 你要好好的保濕 然後呢 把它用就是有一點 按壓的方式推進去 甚至是如果你不要偏乾 你直接用美中蛋 不用用它的刷子 這樣子呢 直接上 就可以慢慢疊慢慢疊哦 一直疊不會厚 然後很薄又很甜 的進去皮膚裡面去 然後我也覺得很神奇的就是 我竟然可以找到適合我的膚色的 因為呢 常常這個歐美的粉底啊 都會很多都是偏冷冷的 灰灰的 然後粉粉的這樣子 這個效果我覺得真的是 Amazing 然後呢 它的持妝度也很不錯 而且重點是我完全不定妝了 另外一邊呢 我直接就用美妝袋 可以這樣子用力的沾 蓋上去之後 再仔細的把它拍開 因為它真的比較乾燥一點 它的呢 是那種粉霜是粉粉的 不是那種油油滑滑的 所以呢 你需要好好的把它推進去 但是呢 你多加推之後 它真的很貼進去 如果偏乾啊 冬天可以直接用保養油 先上了整臉再上它 這樣子 整個鎖住 這樣呢 是上完樣子 非常的清爽 這個髮夾也是在那邊買的 很可愛 就是那種淡粉紅色 然後透明的 劉海髮夾 眉毛產品我一樣是有買了 Cavon & Kwon的 它一頭呢 是透明的眉膠哦 然後另外一頭呢 是液態眉筆 把眉毛 梳理一下 讓它整齊 不要下垂 我選的這個顏色呢 是這個深灰色的 填一下毛流的這個空隙 它呢 可以讓你假裝眉毛是奇的 然後填得很完整 但是呢 也是很吃技巧啦 就是你不要太貪心 然後不要像在填空一樣填 你要像假裝是毛流這樣子一根一根填 然後這個的持久度也還蠻不錯的 接著呢 今天重頭戲其實算是兩個眼影盤 一個是比較平價的 然後一個是高級的 這個Natasha Dinona 大家說水泥盤的 這個呢 裡面算是比較中性色調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金色啊 還有一個粉色 大致上摸起來都是蠻細細綿綿的 是有一些特定的顏色 例如說深色比較容易卡卡的 或者呢 有一些質地啊 是比較低調的這個珠光 也會覺得稍微微乾乾的 這一盤其實我之前有看到很多人分享 有人說是MD裡面啊 最值得入手的一盤 但是好多人畫起來都超歸的 所以我很擔心我畫起來是什麼樣子 他感覺沒有想像中那麼難駕馭 而且他還蠻貼心的 上面都會給你標示了他的功用 像這個寫Translucent 就是整個第一個打底啊 過度的顏色 Crees 然後這個什麼眼線色啊 然後暈染啊 然後呢 眼頭的打亮啊 等等的 當然你不用照它上面的去用嘛 你可以照自己的喜好 可是呢 對於沒有想法的人 好像是一個指南 那我先用這個Translucent的顏色 來上第一層的 先暈染開 整個眼窩內 然後呢 再用這個Crees 其實它還是會有一點小小微微的飛粉 加一下 眼尾 跟慢慢的往上 往外暈染 它顏色真的很中性 比較濁一點 然後是陰影感 然後我用一點粉紅色 點在這個 眼皮的中央 其實它沒有我想像中的浮誇 然後眼尾再加一點最深色 然後下眼影呢 用這個顏色 整條畫過來 左右一直熏開 然後一樣的粉色 畫一下臥彩的地方 然後照他說的眼頭打一點這個 然後沾取這個眼線色 來畫一下眼線 這眼線的顏色 蠻漂亮蠻自然 然後想沾取一點這個顏色 加強在陰影的地方 用刷子稍微暈開 這樣子呢 就是用這一盤完成的眼狀 大眼的效果還蠻明顯 然後顏色真的是很低調 比較中性一點 好我覺得如果 膚色太健康 或是太偏黃的人 可能上它就會覺得更難嫁 因為它的中性 對我們的這種 偏黃的膚質來說 是比較冷一點 但是呢 也不至於冷到說 都是很灰啊什麼的 其實除了這個粉色 你也可以挑它這個橘 偏橘的顏色 上起來會再更 適合偏黃的肌膚 那我覺得整體妝效就是走一個 有點酷女孩的路線 如果呢 喜歡這種有點小煙燻啊 偏冷一點點的感覺 好可以試看看 好另外這個Revolution 這超大一盤600多塊 然後顏色呢 也是走裸色路線 但是呢 看得出來就比剛剛那個在暖 雖然它也是說 它是中性色的 可是呢看得出來這個 又灰更多了 然後這個就比較暖一點點 就是還蠻有 秋天啊 小煙燻的感覺 然後它的粉質 我覺得大致摸起來 也是還蠻細綿的 給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粉質 是這樣子 也是蠻好的 如果你是喜歡 超級無敵多選擇 所以你是彩妝師的話 用它應該 都還蠻不錯 好另外一邊呢 我想要用不一樣的珠光色 來試看看 霧面色其實就很簡單 就這幾個慢慢去疊加 這一次呢 用這個顏色 來當作加深的顏色 就不會剛剛那麼的灰冷 然後呢 用手沾一點這個 點在眼折 那像這隻眼呢 我就是選擇比較 有點帶橘色 然後跟蜜桃色這樣子去搭配 就看起來沒有這麼的冷 跟難駕馭 所以這樣呢 是用另外一個色調畫出來的 兩個看得出來 差異還蠻大的 我覺得它裡面可以當上癢皮的主角色 就是影響整個妝容感覺的 有這幾個色系 就是看你想要冷粉 然後或者是呢 這很灰 然後或者像我覺得好駕馭一點 比較適合暖皮的 就是有一點蜜桃色 跟這種金棕色的感覺 所以整體來說呢 你問我推不推薦這一盤 我覺得就是 適合會化妝 可是你想要 妝容比較太甜美的那一種 然後所以是走比較冷色一點 然後甚至是你想要灰掉的 很酷的那種感覺呢 都可以適合這一盤 那如果對我來說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色調色裡面唯一 我會比較日常會畫出去的吧 最後呢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這個 飛粉程度 這樣子有一些些啦 接著呢腮紅的部分我買了三個 然後都是同一個品牌的 這個品牌的腮紅之前在PTT 很久很久以前很紅 一開始我是買了它招牌的冷粉色 然後印象中就是 非常顯色 然後非常的持久 所以呢 你下手要很小心 你看我輕輕一沾就這樣子了 所以畫在手上 霹靂無敵顯色 然後另外呢他們還有這種 膏狀的腮紅長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買了兩個顏色 它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它看起來是膏狀嘛 然後感覺好像是不是一體狀 其實它是 你看很像 很像布丁還是果凍那種感覺 QQ的 另外一個顏色 都是走一個顯色路線的 但是呢可以很貼近皮膚裡面去這樣子 因為今天的眼妝比較冷一點點 所以呢我先用這個顏色 可以在手上 稍微暈開 然後再拍在臉上 然後也可以用美妝的美妝蛋 讓它好像在肌膚裡面去這樣子整個混合 這個呢是它的妝效 然後另外一邊我上一點點這個粉狀的 也是要小心用亮 然後拍上去 它的粉呢是很細貼型的 但是因為超顯色 所以真的下手要小心 像這個就比較透亮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比較粉霧感 最後最後是一個唇彩 但是呢我真的爆腿了 我是亂買買到 我就很後悔沒有包色 它雖然包裝很簡單 但是你不要小看它 它上面寫是百分之一百 都是純天然 然後裡面就用四種天然成分組成的 它說呢是醫用級的羊毛紙 然後呢跟非基因改造的色素這樣子組成 看出來它非常的剃透 沒有什麼味道的 嗯非常仔細聞才有一點點成分的味道吧 但主要是它擦在嘴巴上真的是太棒了 我擦給大家看喔 這個好適合冬天喔 啊好漂亮的唇蜜 大美 你看上面沒差跟有差 多麼的美 超級透潤的感覺 它才兩百多塊 擦起來嘴巴好透潤好美 然後我覺得不算黏 但是它是油潤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點點厚度 才可以造就它這麼的透亮感 然後擦上去呢也不會有任何唇顏的感覺 光澤剔透感然後清潤色真的超美的 完全是我今年冬天就會想要一直擦出去 這感覺可以在寒風中一直吹可以維持一陣子 今年冬天我一定要包色它 然後呢狂擦它 我覺得我的嘴巴會非常的暗 我完全不會破皮 或者是有老婆婆的紋路 你看它看起來是完全沒有唇紋了 超級平滑的嘴巴 我沒有看過我的唇紋這麼的零 好像呢就是今天使用littlefantastic 所買的彩妝保養上妝的樣子 總結來說 這一次的購物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零彩雷 沒有一個 是我覺得今天用完我不會想再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超了不起 我進步了 那全部的東西我覺得都是很ok很不錯的 但如果一定要挑選的前幾名的話 我覺得第一名 第一個一定是這個唇彩 它真的可以讓你的嘴巴非常的流離光 然後重點是讓你的唇紋完全消失 然後沒有唇顏 真的不要小看它長得很普通 真的很好用 接著呢第二名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修護油 這個修護油也是很意外的好輕盈 但是呢又好護髮 然後護得讓頭髮非常的滑順服貼 但是呢同時就是不會太有那種油膩感 然後是一束一束 或者是呢會讓頭髮太沉重 我覺得它沒有 所以呢上起來非常舒服 然後味道也不會太人工 就是一種天然食材甜甜的感覺 乾髮濕髮都ok 然後再來如果第三名的話 KBEN的底妝我覺得很棒 依然是非常的服貼 然後清爽 而且我完全不用定妝 可是呢它真的是你妝前保障 要做得足 尤其是乾肌 不然呢它會容易偏乾 你會覺得不好推 可是你用力的把它推進去之後 就會覺得喔超級輕盈貼膚 然後又有遮瑕度的 然後又有遮瑕度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影片 超開心這次沒有雷到了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